三岔神经痛它是一种正发性的短暂的剧烈的疯控 一般有些时候发作就在几秒或者几十秒 一会儿又好了 好了之后又被反复的发作 三岔神经痛一般好多发于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尤其是女性患者居多 三岔神经痛它有原发和激发性的两种 原发和我们受罚和我们病毒感染有很大的关系 激发的它是和肿瘤压迫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有关系 那三岔神经痛现在相对来说还属针灸的效果比较好 那首先我们说你讲三岔神经痛你得知道是哪三岔 首先第一岔是哪第一岔是从额头下来 当然眼睛然后鼻梁这叫三岔就这样 然后眼睛下面到嘴巴上面这是不是二岔 然后从这下来然后到下巴这这是不是属于三岔 明白没有 这个额头下来这块盖上你的眼睛自己别 额头下来带上你的眼睛鼻梁这块这属于一岔对不对 然后眼睛下面到嘴巴上面这属于二岔 然后再下来这块下面然后到嘴巴这这属于三岔 就是这三条线 我们治疗三岔神经痛 首先我们可以在太阳穴次旋 然后第二我们如果扎针治疗三岔神经痛 我们可以扎侧三侧下三然后建策取却啊 侧三侧下三除了侧三侧下三还可以扎谁 哎足三足骂我刚刚讲的就忘了 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我将进行这个董事齐穴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把大家拉到直播间